这次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关于民生这一块 包括医疗、教育、住放、生活保障等方面 也提了非常好的政策、具体的唆事 我也就非常关注这一块的内容 包括我们新疆的世纪来说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基础设施 既然是要更完善 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对这个医疗来说、教育来说 就更便宜 对于我们这个人民的生活的出行 这个教育、医疗的方面 我们也有更多的期望 我们也有更多的期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